好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能去 没有办法去用两角器计算出这个角度 然后来画图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这样子出的时候 不是很不是很好啊 除非他帮你画好哦 可是如果我们要求学生画的话 一定会给他比较合适的数字 像昨天那题其实算是比较OK了啊 可以这样子你至少画起来 大家真的不会差太多啊 没有可能同学画得30 跟15一样大的吗 然后30加15也才45吗 也不可能比55大哦 所以这是我觉得蛮好的题目啊 至少大家画起来分数一定还是都拿得到了 可以这次跟大家讲的 好 接下去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这一整个表填完哦 然后他需要很多的数据我们慢慢填哦 所以从周书开始 12更是彭亨了 所以我们先写彭亨 然后楼佛 然后学蓝蛾 最后一个是其余都来自改轴哦 所以在改轴就是放在最后啊 不过你也可以开始死啊 如果你一开始就放的话 OK 代轴指的是神美兰 因为他的题目是神美兰轴 的老师嘛 然后里面的老师是来自不同的 可以不同的轴数这样 所以哦 嗯 八字不合是正 好 总计 OK 所以我们有 12个是彭亨 10个是柔佛 4个是学蓝蛾 然后 剩下的是26 所以14哦 也合理啦 因为 嗯 没有可能那个周数的老师 他自己周的还比其他周少嘛 这样不对嘛 所以这边是40 OK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算哦 百分比总数是100 然后原型角总数是360度 所以我们慢慢算的话 第一个是40分之12 乘上100 OK 然后这个算式是要写的哦 我知道同学可能会 有点关心这件事情 就是你还是要把这个算式写出来 然后写数字 不可以直接出答案 对对 不可以直接出 就这些都是我们都习惯性的会写这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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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種乏死的感覺 來 以前我都跟學生講 怎麼啊 好去 如果你覺得寫這個很無聊的話 你只要想到比你還要慘的人就好 這樣子 比你還要慘的人是我啊 因為我要寫兩班嗎 如果我削三班出上 我就要寫三班嗎 啊其實這是微邏輯耶 就是這是假的邏輯 對對 因為 因為 我不用超科學筆記嗎 所以我寫兩班 是我因為我教嗎 所以所以對啊對啊對啊 大家筆記要加油喔 你們我講實話真的 我我平常 我我不會把個別學生的周記講出來 但是但是如果很多人都寫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聊一下 就是太多人了啦 你們太多人在抱怨炒筆記這件事情好啊 太多啊 你們知道嗎 那個圓形圖是用鉗筆還是用黑筆的話 呃標準來講用鉗筆 對 但是因為筆記你如果確認自己是對的 你用黑筆還行 還行 然後CT的話 圖的部分用鉗筆喔 嗯圖的部分用鉗筆 這樣比較保險 可以啊 對你們你們知道你們已經不只一個人在周記抱怨 筆記很多嗎 對啊 有點有點多喔 我寫第一個我還要好好安慰他 就是是這樣了啦 就是大家抓重點能力要加強喔 寫寫一下喔 發現不對耶 等一下我要寫幾個人喔 全部copy and pay 是不是 那些角度也是用鉗筆 對 對 如果你全部都用鉗筆的話你就都用鉗筆 如果你覺得你圖的圖確認是對的 你用黑筆畫到底的話也還行 但是不要錯啊 對呀就不要錯啊 像那天同學用條形圖的時候 有些同學是用藍筆的 然後我發現他用藍筆黑筆 然後如果他錯的是比較小的話 我就會備注直接跟他講 不用改也不要緊 不然改起來很辛苦嘛 有一個同學是這樣 因為他的是整個都用藍筆黑筆 然後他錯的部分是要改的話 會整個圖改完 然後我覺得就不用不要緊 其他同學比較小的 我就會請你改一下喔 那種寬度的啊 因為有幾個是396 不過靠近400 我覺得要靠近一點 就會給你強一神 好 我就繼續啊 所以就把這個算出來喔 這樣我們就會有 這30 這25 欸這是什麼 是1 10分之1喔 10喔 這個咧 欸減完他剩下就對了啊 所以多少65 35喔 有對嗎 不懂欸 確定一下 啊 35 好後面這個就照順序化喔 所以這個是36度喔 因為1 10分之1嘛 然後這是1 4分之1喔 所以90度 呃 這個是多少 1 12分之1 欸1 3分之1 所以120度 最後這個是減掉好喔 比較快 -120-90-36 嗯 114度 好就這樣 這是這整個表 呃 如果你還沒畫完 那我實在等你多一下喔 可以看不懂嗎 是1 1 1 4分之1 我可以看不懂 是1 1 5分之1 2 4分之1 對 5分之1 5分之1 9分之2 2分之1 5分之2 6分之1 8分之1 6分之1 5分之1 5分之1 6分之1 ok好了同学可以准备开始画那个图哦 然后你怕的话 你就先用铅笔稍微描绘一下 你就大概知道等一下是怎样画 诶我是不是算错啊 对吗 这好像不是30 对对对我发现了 因为30 答案不是108 对3分之1他应该要是108 不3分之1他才是120 他应该不是108 这样这个也错了对不对 因为我拿来减 是126 嗯好 thank you 凯阳对吗 108 thank you 126 写错了 如果老师在想就是你等下画图的时候 要用百分比还是圆形角 嗯 百分比啦 圆形角有点小麻烦诶 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可是你的你的喜提那一题就还可以 喜提那一题老师昨天计划啊 然后发现 嗯你用百分比画出来 跟用圆形角画出来应该都没有差很多 应该都会画对 老师请问这个表也是平数分配表来的吗 不是 不是我们对平数分配表的要求哦 还是偏向于 嗯 数据类的 然后有画记的 然后有平数的 像这种是 只是普通的统计表 用来画那个图而已 对 就好像 我们 有点小严格的要求 像这个也算是统计表而已嘛 我们不会把它称作平数分配 我们对平数分配的要求就是要做到这样 到底要拉几九 我在那边 啊 最基本的数据是分数、画记、人数、评数 如果你要更多的数据 这样就是上线、下线、上主界、下主界跟组终点 可是我们通常不会有选择要这样多啊 我们过后会跟你讲 平数分配表 我们应该只会夹多一项是组终点而已 上线、下线、上主界、下主界 会看情况 来决定要不要放进去 对那是3.4 3.3的地方 我们这边为了统计图哦 所准备的表都不算 像这个就直接画表嘛 所以 所以我们对这个3.3的地方啊 3.3的学习内容哦 比较重要的还是偏向学习图的地方 所以三 相形图我们画了一个 然后 条形图我们也画了 可以呃 全班同学分两组吗 所以都会画了一个 然后 原型图我们画两个 对一个是昨天画的这个 另外一个今天不算是平数分配 可以啊 对我都安排大家 嗯怎么呢 好啊 嗯 我都安排大家 笔记写一笔 笔记画一个 笔记写一个 至少你的方向可以看哦 不用特别再放回去课本这样 可以啊 来我们画图哦 拉小哥 有好同学就可以借对哦 而这题还是偏向用百分比来画 嗯 首先 30 巴仙是三分之一少一点 所以三分之一 嘿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做到哪一题有三分之一的话啊 我希望你的理解是这样哦 就是那个 这个车啊 三分之一啊 我看如果是有画到三分之一的话啦 不过这里不是三分之一吗 这里是30巴仙嘛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他比三十八 他是怕比三分之一再少一点点了 可是其实这题最好画的是楼佛啊 最好画的是楼佛啊 因为楼佛是25分25巴仙 四分之一 对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开始先画一个四分之一哦 不用想象多 总结是哪里哦 不懂哪里啊 这边吧 ok像这样四分之一 就可以直接写 这是90度 你要画那个直角的符号也可以啊 roll4 然后25巴仙 再来是 我们画 彭虹哦 三分之一 三十分 三十巴仙 这三十巴仙画的感觉哦 跟我们昨天画那个五十五巴仙是一样的 昨天我们画最大个的是五十巴仙对不对 你现在就把它想象成 这个五十五巴仙画完之后 有25巴仙是roll4 这样就没问题哦 你就可以理解成 这里是三十巴仙哦 然后它的角度是一百零把 度 然后三十巴仙 这边是roll4 对啊 彭虹 点 给到最后是雪兰儿的十巴仙跟圣灰兰的三十五巴仙 因为18节很小,所以我们画小个一点的部分 十分之一,大概是这样 解决,我们就放进去里面 这是36度 这样 好,36度 然后 这是哪里 雪兰儿 然后如果你的位置不够,或者你想要写大个一点的字,你可以写在这边 写这边也是可以 但不要超过啊,你超过就会你自己乱了吗,不懂他在哪里吗 然后这边最后是神梅兰 26 36 35 85 85 OK,剩下标题哦,标题我们写 某中学 师之 圆形图 那90度可以放,当然可以啊,放那个 90度的角当然没有问题啊,比较帅,当然啊 这样子也可以啊,也是对啊,可以都对啊 你要画角度也可以,你要用90度来表示也可以 诶,你既然你都问了,这样90度是什么角哦 要发现不应该问这些问题 诶,语涵 语涵90度是什么角 直角 直角很好 诶,柔恩 180度 180度是什么角,90度是直角,180度是 顿角 顿角 好,一星 180度是什么角 平角 平角很好,可以不180度是平角啊,360度是多少 好,呃,利恩 对啊,4号 我叫错名字啊,有吗?有吗?有吗? OK好 周角 周角 OK好,解决 好,你们不知道是谁问诶 不知道是谁问诶 不知道是谁问诶,要90度 是他引起了这个问题的 来某中学 诗之圆形图啊 顺便复习哦 打错也不要紧啊,没有差 圆形图又不会扣分,也不会抓你来打 又不会笑你 U角,蛤? 凯阳你还好吗?凯阳 凯阳怎么了? 凯阳U角是180到360 OK,然后刚柔恩讲的那个盾角是90到180 OK,0到90是锐角 所以我们总共出了6种 锐角 直角 盾角 平角 幼角 跟周角 OK啊,幼角也叫做反射角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DT5 我们盾角 大概是图大点差不多 老师往下滑 让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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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